大家好,今天我们做红糖馒头 准备200克面粉 然后放入一勺酵母,两克左右 然后加入100毫升温水 揉15分钟以上 揉成面团备用 再准备200克面粉 放上两颗酵母 然后100毫升水 放入到50克红糖里面 把它搅开 100毫升水是热水 好,现在放凉了,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把这个面粉和水和匀 揉也是15分钟以上 用力气揉,至少要揉15分钟以上 已经揉的差不多了以后 把它也放这边 这两个面团放十几分钟以后 就是让它醒发一下 醒发一下比较好揉 撒点面粉免得粘 这样把气给它排一下 擀面棍,粘上面粉 这样 擀成这么厚 大概一厘米厚左右的薄片 两面都撒上面 放这里 把红糖的这块面 也给它排气 也是擀成薄片 然后擀好了把它这样 堆到一起,落到一起 这样大体一致 就行了 捲起来 沾点面粉 这样搓 然后切到上面 沾点水免得渣 就这样把它切开 一刀切开 就成这样子了 现在弄好了以后 我切得有点歪啊 水烧到四五十度 然后就关火 盖上盖子 发酵四五十分钟 就好了 过了四十多分钟 你看就发酵的 就发酵好了 发酵的这么大 然后我们就开始蒸 开火 将就这个水 将就这个水蒸 就是上蒸气了以后 再蒸六分钟就好了 一直开中大火 这样子的 就是火太旺的话 馒头会裂开 好 时间到了以后 关火 等个 两三分钟再开盖子 不然它会 它就会缩的 哇 我们看一下 有一点歪哈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发的有点大 发的太大了 发酵的时间 稍微短一点比较好 我就是发的太大了 然后它就粘起来了 然后就做好了 然后切工也不行 然后有点歪 好 已经做好了